课堂荣语 你们觉得他读得怎么样 你能再读一遍吗 你能再读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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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天都很忙吗 你能再读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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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钟 电影 考试 店铺 老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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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要求填写下列表格 我已经写好了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念了 大家 大家暂停一下看看 用括号给出的动词的合适形式完成下列个句 最好改天拜访我们的专家 在拜访我之前 你最好先打一下电话 会议后你最好和他谈谈 我的习惯是我和朋友们过生日 他俩的习惯是在考试前一起学习课程 他们的习惯是周末在大学礼堂看电影 他们的习惯是每周工作五天 完成下列句子 我来这里以便完成学业 我研究这些信息以便了解这个城市 Alzh喔 发了 Kalwave ii la baldatthi li Cziyaratil Asibi Gai freestyle kamu'ar到他的家乡 以便拜访朋友 接下来电影院 一遍看新电影 加拿木和木塔尔 买了一束鲜花 一遍参加婚礼 学生努力学习 一遍掌握阿拉伯语 马哈摩德在本周末没有回家 因为她在忙于学习 苏珊想精通计算机 因为她在互联网上 加拿木去市场买了一些水果 你为什么昨天没有参加朗读比赛 我当时在电视上看足球比赛 我听说你现在在语言大学学习汉语 大家都同意在下周看这部精彩的电影 他没有私人汽车 这是退后的旗语 明天晚上我将有空 这是术语 这是残缺动词的术语 因为术语 在民航公司里 确实是个认真的活跃的支援 这是其余 因来虚实的其余 我可以邀请你来参加我的生日宴吗 我买了精美的礼物 在母亲节送给母亲 这是编语 这是提前的术语 我听说公司的经理法里德先生 亲自出席这个宴会 这个既可以做前面动词的宾语 也可以做后面动词的主语 没错